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子伟大的神 而且如何来回应神要做的复兴的工作 所以在这边我们简单地提一下 神要以希杰发两次的预言 这两次的预言是非常有讲究的 第一次的预言是对的害骨发 我不晓得,你们假想一下 刚刚那幅图画,如果主突然把你放进去了 让你讲跟以希杰一样的话 酷干的害骨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会主说,酷干的害骨哪里能听啊 你如果叫我向你祷告,我可以做 你如果叫我说,神啊,求你让酷干的害骨能够复活 这个祷告我可以做 居然叫我去对这个酷干的害骨说,酷干的害骨啊 你们有没有谁饿了两顿 没有吃,结果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鸡骨头 对他说,骨头啊,复活 变成一个鸡腿我要吃 我们不会这样祷告的吗 我们会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一点饭吃 所以你不要小看仙子的信心 神说你去对酷干的害骨说 酷干的害骨啊,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所以如果你在带小组讲到带师 发现底下有酷干的害骨 不要灰心啊 你就凭信心说就是了 我们负责说,神负责叫他活 所以第一个预言是对的害骨发预言 就是对的死亡的局面 没有盼望的局面 宣告神的应许 神说什么,我就告诉你什么 这是神话语的出口 这是我们都要学的 我们就是凭信心 对的那样子的局面 说神的话 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 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 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当神每一次说话的时候 一定有事情发生 当神说话的时候 我们用信心来回应 你就要亲眼看见神的话 怎么样子的成就 所以四篇二十九篇说到 耶和华的声音 大有能力 满有威严 他说他可以震碎 黎巴仁的香薄树 他可以使火焰分岔 他可以使整个旷野震动 弟兄姊妹,神说话一定有能力 而且一定有事情发生 所以当主耶稣说 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就要活了 巴不得我们都来经历这句话 我跟你说,我个人不知道死过多少次 有的时候小死 有的时候装死 有的时候赖死 但有的时候是真死了 我觉得我没有盼望 可是当主一说话的时候 你原来是低到这么低的 你想再爬一点 爬个几天几个礼拜 但是当时说话的时候 我再低再死 我可以马上活起来 同样我们面对的局面也是这样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可能 我祷告神不听 我爱的家人死了 我放弃了,我不要信你了 你这样子的死人 神还是可以让我活过来 虽然神不见得叫你死掉的家人活过来 你的家人死掉的家人 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去建筑的 但是神能够让我活着的死人 重新活过来 那更是更大的神迹 所以我们一起要来 渴慕那位说话的神 继续对我们说话 对教会说话 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为了教会话语的出口祷告 我不是说只为我们传道人 神节的师哥说话 神节的弟兄姊妹祷告说话 神节的弟兄姊妹分享见证说话 接着我们小主查经说话 如果我们真的为了教会 每一个神可以说话的管道来祷告的话 我相信教会今天充满了生命活力的 我们需要神的话 你看我们这块地怎么可能会得到 因为神说话 我们才得到的 2004年5月24号 神说你们上去得那地为业 诸能得胜 我们就应得这句话进来了 根本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 但是神说话 事情就成真了 翻译得太好了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位说话的神 充满了渴慕 当神说话的时候 连死的人都要活过来 甚至死的人都要活过来 甚至死的人都要活过来